赵露丝和李鸿逸的晚餐视频引发热议,亲密互动和粉丝反应。 娱乐圈经常因重提过去的故事而热闹非凡,而近期对中国演员赵露丝和李鸿逸的关注也不例外。 一段在晚宴上拍摄的视频显示赵露丝和李鸿逸共享亲密时刻的画面重新浮出水面,引发了粉丝和网民的广泛讨论。 李鸿逸对这场争议的随意回应非常无聊只是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兴趣。 当这对组合的一张旧照片突然走红时,这种好奇心更加强烈。 照片中,李鸿逸被看到在赵露丝的背带上戏谑地触摸,随后他轻松地拒绝了。 这一看似无害的举动引发了猖狂的猜测,甚至对李鸿逸的手势进行了审视。 粉丝们迅速反击,指出另一张照片中赵露丝似乎也以玩笑的方式回应了李鸿逸。 这引发了关于他们友谊本质以及公众评判权的争论。 李鸿逸的工作是将这个五年前的事件重新出现标记为无聊,而赵露丝选择保持沉默。 但是,他的粉丝们则大声为他辩护,强调他的魅力和纯真。 回顾过去,赵露丝和李鸿逸一起开始了他们的行业之旅,分享了一段被一些人认为转变成浪漫关系的纽带。 赵露丝凭借网络剧的成功和额场的认可使他的事业腾飞,成为一线明星。 相比之下,李鸿逸的事业并没有达到类似的高度,他们的道路最终分道扬镳。 他们的故事提醒我们,娱乐圈中的浪漫关系并不罕见,长时间的工作和激烈的情感戏份往往导致幕后的感情发展。 赵露丝的浪漫联系不仅限于李鸿逸,还扩展到其他合作演员,这反映了该行业中短暂关系并不罕见的本质。 这个故事在赵露丝和李鸿逸都处于事业高峰时期重新出现,引发了问题。 赵露丝的新剧《隐神》正在播出,另一个备受期待的项目《珠莲玉莲》即将上映。 李鸿逸的新剧《少年歌行2》也在引起热议,这导致他的粉丝和合作演员白周姐之间的紧张关系。 一些粉丝怀疑,因为在《我世界的烟花》中名誉受损的合作演员白周姐可能是幕后黑手,意图转移人们对他自身缺点的注意。 但公众似乎看穿了这些策略,反而显示出对赵露丝及其项目的支持。 如果真有这场争议的幕后黑手,他们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总之,围绕赵露丝和李鸿逸的这一事件揭示了娱乐产业的复杂性和诡诀, 即使是过去的事件也可能以新的解释和后果重新出现。 他们故事背后的真相可能永远是个谜,但这强调了明星在公共和私人生活中面临的挑战。 我们希望您喜欢这个视频,并且觉得关于赵露丝和李鸿逸的故事的信息对您有帮助。 我们非常想听听您对这件事的看法。 您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媒体处理这条新闻的方式? 请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并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不错过我们的最新视频。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非常期待听到您的意见。 刘浩存与恢复公众形象的斗争 刘浩存在中国娱乐界已经有一段时间,再次陷入争议的漩涡。 他最新的作品,与林毅共同出演的电视剧《李鬼》即将结束, 但并未获得他期望的积极评价。 尽管他竭尽全力挽救自己的公众形象并推广这部剧, 但刘浩存的职业生涯岌岌可危。 《李鬼》首播时期望很高, 但其受欢迎程度和讨论水平却相当平庸。 这一令人失望的结果,无疑让刘浩存心情沮丧。 在这个成功可能瞬息万变而又残酷的行业中, 一部令人失望的作品可能是沉重的负担。 为了应对围绕该剧的负面反馈, 刘浩存不得不采取购买正面媒体报道和请愿助手来美化他的表现的方式。 然而,网络社区仍然持怀疑态度, 许多网友不愿受到这些策略的影响。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即这些公关策略是否有效, 还是只会进一步损害他的声誉。 刘浩存试图提升自己形象的努力, 尤其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他与备受尊敬的导演张艺谋的关联。 为了与观众建立联系并获得支持, 刘浩存寻求了张艺谋的公开背书。 张艺谋以其辉煌的职业生涯和在中国电影界的成功而著称, 他对刘浩存大家赞赏, 甚至将他与中国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张子怡相提并论。 尽管张艺谋的支持可能暂时改善了刘浩存的形象, 但这引发了一个问题, 即这些背书是否真诚, 还是仅仅是拯救一位陷入困境的职业生涯的策略性举措? 娱乐界充斥着明星们寻求在备受尊敬的人物身边寻求, 必互以重新点燃职业生涯的例子, 而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策略上代观察? 刘浩存提升自己公众形象的努力并没有止步于自我宣传, 他雇佣的网络支持者更进一步试图贬低其他女演员, 如赵露丝和于书欣。 这种铤而走险的明星之路只会给他职业生涯周围的争议火上加油。 重要的是要记住, 在娱乐行业取得成功不应以损害他人生育为代价。 尽管刘浩存通过道德操纵和公关策略试图改变公众意见, 但越来越明显的是, 这些策略在长远来看可能是无效的。 真诚和才华是与观众产生共鸣的特质, 试图操纵人们的看法可能会适得其反, 疏远粉丝。 影响刘浩存职业生涯的另一个因素是 他饱受困扰的家庭历史, 这已经在他的职业生涯上投下了漫长的阴影。 众所周知, 当涉及道明人时, 个人问题通常会渗透到公共领域, 刘浩存也未能幸免于此。 过去可能是无情的负担, 即使有像张艺谋这样备受尊敬的人的支持, 也可能不足以洗清他的过去争议。 财务问题也开始对刘浩存的职业生涯产生影响。 他最近的电影遭受了财务损失, 使他对投资者的吸引力降低, 并减少了他在行业内的地位。 在一个财务成功往往决定一个人的影响力的环境中, 资本支持的下降可能对他的职业前景造成重大打击。 从刘浩存的困境中产生的更广泛的问题是, 他是否真正配得上成为一位明星? 娱乐行业有着塑造和影响社会的力量, 一些人认为那些背景可疑或有争议的公关策略的个人不应该被提升为明星。 这个问题超越了刘浩存本人, 触及了提升那些行为可能不符合社会价值观的个体的伦理考量。 如果刘浩存家当初真的穷, 没钱赔那是另一码是, 可当小女还为一天二十块钱的营养液发愁的时候, 刘浩存的衣着打扮都已经是价值不菲的高奢了, 或不及子女的前提是会不及子女。 总之, 刘浩存在娱乐行业的最近困境提供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案例研究, 探讨了与名望和声明带来的挑战和复杂性。 他试图通过公关策略, 与像张艺谋这样备受尊敬的人物的关联, 以及试图抹黑他的同行来晚。 就自己的职业生涯, 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关于刘浩存是否适合演艺生涯的问题仍然有待讨论。 最终, 他的职业生涯的结局将由观众和行业利益相关者决定, 他们将判断他的才华和奉献精神是否足以克服摆在他面前的障碍。